据环球网4月29日报道 长征5号碧瑶二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及加注 计划于今日中午11时许发射空间站天河核心舱 在火箭发射基地附近的沙滩上 乐队奏响了钢铁洪流进行曲 伴随着激昂的乐曲 火箭的发射前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天河核心舱全长16.6米 直径4.2米 重约22.5吨 核心舱是整个空间站的管理和控制中心 主控舱段 它对整个空间站的飞行姿态动力性 载人环境进行控制 同时为航天员提供居住环境 核心舱由节点舱 小柱段大柱段资源舱 以及后端通道组成 后端通道可供航天员出入货运飞船 除了最末端的货运通道用来对接飞船外 最浅端的球形节点舱 还有四个对接机构 前面和底部的用来对接载人飞船 旁边两个则对接实验舱一号和实验舱二号 国际空间站将在2024年彻底停运 也就是说到了2025年 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独立太空站的国家 在21年与22年间 中国将连续11次发射空间站舱段 以及四艘货船和四艘载载飞船 实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第三步目标 即在2022年完成空间站载轨建设 由自发展辞船